那个时候,在大家的眼中,杨子虽算不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,但是非常的可爱,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她,再加上当时的杨子还没有褪去婴儿肥,她的脸看起来肉肉的,为此,她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吐槽,也正是因为如此,杨子只能出演一些配角。 就连宋丹丹再见到杨子的时候,也给出忠告,咱长得不算漂亮,圈子也太乱,还是好好读书吧。杨子也明白,自己一直在被否定,但是对于演戏,她从来没有放弃过,在不断地坚持下,杨子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再加上年龄的增长,杨子越发地成熟,她也非常的注重锻炼和身材的保养,她的脸部褪去了婴儿肥,也更加地有轮廓感。 2015年,杨子出演了欢乐颂,因为在里面饰演的邱盈盈,非常的符合大部分女孩的形象,所以,杨子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关注。 在那之后,杨子的片约不断,她主演的香蜜,沉沉浸如霜,亲爱的,热爱的等热播剧,都有很不错的收视率。 现在的杨子也成为了当红小花,然而在爆火的同时,杨子也经常被怀疑整容。 面对各种各样营销号的报道,杨子也经常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,澄清自己整容的事情。 但是不管她怎样说,很多人依旧持有怀疑的态度,直到看到杨子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,大家才知道,原来杨子没有说谎。 杨子的爸爸是一位消防员,妈妈是配音演员马海燕。 像我们熟悉的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甄嬛传》等影视剧,都有杨子妈妈的配音。 杨子喜欢表演,也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。 马海燕除了是一位优秀的配音演员,也长得非常漂亮,年轻时候的颜值也不输一些女星。 对于杨子是否整容的事情,我想答案是否定的,就像杨子说的那样,只不过是角度找得比较好而已。 不过,杨子也没有过多的在乎大家的评价,而是踏踏实实的演戏,现在的她,早已用实力征服了大家,喜欢杨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 小就好,筝合格宾传调怎样的疟症,而且烧面杠绍你一这?"